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日可以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美国的安纳伯格庄园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一次美国安纳伯格庄园的习近平与奥巴马的私人会晤上 究竟给国际局势带来了哪些新的影响 又给国际外交格局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那我们也请何教授做点评分析 何教授您看 那么在这一次的喜要会可以说是刚刚结束 但是这一次的喜要会依然让大家非常的津津乐道 因为这一次的历史意义真的是太重大了 那这一次喜要会上的议题呢 我们也看到有关于台湾问题呀 网络安全问题呀 钓鱼岛问题等等 甚至也包括了经济方面的合作 那要不我们先谈一下经济方面 您认为在喜要会这次之后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会有怎样一个新的前景 这个前景当然是比较广阔的了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在这个经济方面呢 有很大的互补性 中国呢是这个劳动密集型 然后比较稍微靠低级型的这个产业比较多 而且中国有广大的市场 那么美国是以科技和资金为主的这个经济 两国之间呢 这个互相的这个互补有很大的空间 同时呢 两国都是一个全世界比较大的市场 两国的贸易额在全球都是比较大的 因此呢 这个如果大家能够在经济上有所合作 尤其是美国它开放 它比较一些高科技的一些产品进入中国 原来因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封锁吧 使得美国的很多高科技产品呢 不能进入中国 因此出现一个巨大的贸易逆差的一个 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这个美国的高科技产品 对中国进行还是有些禁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两国的这个经济合作关系比较好一些的话呢 美国逐渐抛弃二战时期的那个思维 和对中国在一些高科技产品上面的禁运和封锁的话呢 那么相信两国的贸易额会极大地增加 同时另外一个前景呢 也是 因为现在美国也意识到 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工价格比较高了 这个美国的有些厂甚至搬回到美国去 这是一个对中国一个堪忧的事情 但是对中国另外一个好的事情呢 就是说中国的产业要提升 中国的这个从劳动密集性的产业 要向知识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的这个产业提升的话呢 美国在这方面它有些高科技的一些行业呀 像IT的呀 或者机密加工的呀 或者大型机械制造的这些行业呢 它可以再次进入中国 使得中国的产业呢 有一个大的提升 这是一个好的 但两国之间重大的问题 还是贸易逆差的问题 同时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问题 如果这个两国关系的比较好的话呢 美国方面不要一味的压 就是压人民币升值 使得人民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呢 价格升高 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美国现在 由于习近平主席和这个奥巴马总统的会晤的话呢 相对来说的美国和中国之间 在贸易上的争拗呢 相对要少一些 而且对中国的 主要是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方面 有一些有一些分歧了 但在对中国的产品的倾销啊 这样子的 就在会晤期间 欧盟对中国的这个太阳能光伏产品 进行了这个调查 然后同时进行反倾销的这个反倾销税 来加到中国头上 那么这对中国的和这个欧洲的经济 都是有重大影响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会议的这个前提下呢 美国在这个经济方面 这方面的这个宽松程度 和对中国的友善程度要好 对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习近平在这次会晤上就说呢 希望美国可以方宽 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 那之前您也说到欧盟 刚刚对我们这个光伏产品 进行一个反倾销税的制裁 那如果美国再对中国进行限制的话 是不是会让中国陷入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呢 是 这个还好了 因为光伏产品呢 是中国比较大项的 相对技术含量稍微高一些的产品 以前美国对中国的禁运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在电子产品 这个通讯产品这些方面 比如说对华为 对于中兴 这样大的电 就是通讯产品的这个厂商呢 曾经进行过调查 这个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 这个制裁的手段 比如说和伊朗的关系 在伊朗这个有投资 和伊朗的这个贸易往来等等 也有一些制裁的一些决定 但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两国还是在现在的气氛下 希望经济上能够更加互补 大家能够共赢 还是看得出这么一个趋势吧 那其实在这一次会晤之前 也是有一点小小的波折的 就是美国方面提出来说 中国有一个网络安全黑客侵入的 这样一个问题 那如果在这一次的 习近平与奥巴马的会晤之后 您认为在网络安全上 是不是会达成一个战略协议呢 这个习近平主席当然也说冤枉了 就是不是我们政府间组织的行动 而且我们也觉得 这些黑客的行动是违法的 我们也想制止这样子的行动 同时也希望美国方面能理解 因为这个黑客的事情 有时候经常也是 不一定完全是政府行为 当然美国方面指控中国 比如说在上海某个地方 有个大的基地 然后专门进行一些黑客的活动 但是呢就是相对多的情况下 都是因为中美之间关系紧张 或者中日关系紧张 一些民间的黑客 他自己发动一些行动 比如说中国原来有个大的黑客的组织 叫红客 它叫红客组织 红客组织 它是因为按喇叭 按其实喇叭叫 然后它就叫红客组织 这个组织是民间一个松散的 但他们经常发起一些共同的行动 那么这个组织 现在应该还是比较少活动了 原来曾经针对日本 美国五角大楼 比如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 针对美国五角大楼进行一些攻击 这是有的 那么我觉得网络安全这个问题 其实中美之间能达成协议 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中国方面对网络的管制 是全世界最严密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要做到管制黑客行为的话 中国方面应该是可以积极参与 而且也愿意做的 那么美国方面到相反 美国的民间的公司有多 民间的这个 他的这个做电脑 有智慧的电脑人才也多 上网也相对比较自由 对 他这个电脑的管理不像中国这样 网络的管理不像中国这样严密 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 就是两国之间谈得融合 有互相的协议 互相间有所配合 这是如意做的 那其实在这次会议当中 习近平也是阐述了自己 在多方面的一个立场 包括像钓鱼岛问题 台湾问题 以及朝鲜问题上 那么首先在朝鲜问题上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 一直长期以来 似乎是非常暧昧的 对朝鲜问题上 那 那朝鲜问题 其实我觉得朝鲜问题 美国的态度倒是还是清楚的 这个朝鲜无核化 是这个基本上国际社会的底线 也是中国这个政府一向的底线了 中国政府和朝鲜之间 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而且有过去的历史上的这个纽带 但是在这个朝鲜半岛 无核化这个问题上 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 而且美国对朝鲜的禁运等等 美国把朝鲜定为 这个邪恶轴型之后 这个当然没有很多行动了 因为美国的朝鲜 这个其他的邪恶轴型 美国基本上都在进行封锁和打击 而且有计划进行入侵行动 比如说对伊朗的这个惩罚 曾经有很多计划在进行中 那么对朝鲜的问题呢 美国还是 因为朝鲜问题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 就是南朝鲜和北朝鲜离得太近 如果这一端一惩罚北朝鲜 这个北朝鲜一打南朝鲜的话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 这个一个对美国方面 一个重大的质走 那么其实两国之间 在朝鲜问题上的 这个意见的分歧越来越小 而且越来越接近 这一次就说 比如说这个习近平也再次重申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是中国政府的底线 这和美国的底线是接近的 这个至于在其他方面 那就比较难说了 就是朝鲜问题相对容易一些 因为现在六方会谈也是中国主导的 而且六方会谈的一方也是美国 同时这个美国 那个朝鲜老想和美国单独进行双边会谈 但是这个美国方面一直不接这个查 美国方面一讲 就要谈的话就是六方 六方的话就是包括中国 那么中国在其中 起到一个相当大的这个主导作用 那么台湾问题和南海 乃至钓鱼岛的问题就相对复杂了 这个双方亮了底线 这个大家也谈了一些共同 自己共同的主张和意见 那么这个问题 中美之间要达成共识还是有点难度 那您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了 在这一次的外交关系上 可以说是一个不打领带的 新型私人会晤的外交形式 那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次的私人外交呢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就说明这个领导人自信 因为在前一任中国领导人的时候 都是进行国事访问 国事访问那么相对就比较正规 其实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 也进行过这个庄园的 庄园到布什家的这个庄园去访问的这个情况 就当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互相都有自信的时候 就是这种以不是国事访问的形式 进行的私人之间的交流的话 会进行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这也显示出习近平对他自己的管理 和自己这个政府的信心比较强 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 那么这一步也是 因为国际外交有私人的因素在里面的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话 话说的比较透一些 而且大家熟悉的话 还有一个照顾互相间感情的 这个做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应该多进行这样子的交往 因为他的场合不正式以后 就少了很多繁文乳节的东西 可以更加有机会 更多的时间去谈论这些实质性的问题 一方面谈论实质性的问题 二方面因为他这个是不是公开的 公开的好多秘密的事情 大家可以互相交底 就交得比较清楚 再者就是发展一定的私人关系还是有用的 就是像美国的总统 他有时候他尤其是前面的像布根 这个里根啊 这个克林顿啊 他在世界上呢 比如说在克林顿时代 这个布莱尔 就是克林顿的铁哥们 这个美国说打这儿 他就跟着去 美国说打那儿就跟着去 就是他有国家利益的方面 但是还有私人感情和私人联系方面 那不光是私人感情方面 那这一次中国和美国 外界一直在说 在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之间的关系 您如何来解读 这样一个新型大国关系呢 其实我很早就在讲 就是说就二战 这个冷战结束以后 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崛起 而且这个俄罗斯 作为一个新型的国家 也在它的发展轨迹上前进 那么这个现在比较大的国家 像这个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这个从经济实力上来讲 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国家 讲人口嘛 当然是巴西 印度 像这样子的 讲国土面积 巴西 印度和加拿大 这样子所谓第二层的大的国家 那么这个冷战结束以后 大家实际上还在很大程度上 陷入冷战时期的 时期的一些思维方式 就是非敌即有 非有即敌 这样子的方式 那么而且原来两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使得大家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上面的惯性 就是说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共产主义 那个东西一看就是资本主义 没有想到大家互相的 在各自的行政措施上 在各自的国家战略上 都有互相借鉴和互相渗透的这一面 那么因此建立一个新的大国关系的话 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 谢谢何教授的点评分析 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看到 中国和美国之间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外交格局 也获得一个双赢的局面 稍作休息 我们待会回来呢 一起带您去看一下 拉动这次全球经济的成都财富论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